欢迎收看金融帽顿节目 好 那么今天创新高 那么今天呢 18,039点创新高 好 那么创新高之后 今天尾盘收盘之后 倒是没有涨这么多 因为今天呢 创新高之后有拉回 好 所以收盘的时候 指数是小涨14点 17,961点左收 好 那么再度挑战18,000 那上去了以后又拉回 好 那这18,000到底要不要上呢 其实我说其实18,000是一个心理关卡 就是说呢 它事实上不是真的实质上的压力 只是说大家心理面上面 有些不适应 那加上今天又刚好是礼拜五 那么放假之前呢 通常台北股市在假日之前 常常都会有些震荡 好 那也有人说 今天成交量最近比较小一点 对不对 来看看今天成交量呢 来 那么2425亿 最近成交量真的比较小 好 不过 每一年都是这样 其实每一年都是这样啦 每一年呢 大概才耶旦节前后这边 都是成交量比较小的 那一直到 这个国立年开年前 大概都差不多 因为这段时间就外资放假啊 是不是 外资放假当然成交量比较小啊 对不对 所以每一年的行情很好玩喔 那都是在这个耶旦前后开始 成交量就会开始比较小 然后到国立年开年前 都维持在低量 好 但是呢 但是其实 过一年之后又上去了 好 其实我要讲重点就是说 外资虽然是在放假 但是筹码越来越沉淀了 对不对 那那支一直买啊 那这个底也快打完了 好 其实我是说 我是觉得比底更重要的是说 它就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嘛 对不对 这上升趋势没有变啊 是 所以拉回在这里的时候 我跟你讲 那里的时候我也跟你说 对不对 那一万八次 大家一开始不太适应啊 一次两次三次慢慢就适应了 然后它就会越电越高啊 然后有一天就真的冲回去啊 所以我觉得这盘基本上 现在到国立年开年之前是 真的要把握标股的时候啊 因为常常都是这样 每一年其实每一年都一样啊 每一年这段时间很多人会觉得 成交量好像比较小 但是个股其实指数又不弱 它又慢慢再往上垫高 然后结果呢 接下来就喷出去了 好 这其实在反映什么 其实都反映新的趋势啊 对不对 新的科技的趋势啊 对 新的产业的趋势啊 是 所以我说明年科技股是好的啊 对 明年科技股是好的啊 这么多的新应用才刚开始而已啊 对啊 而且这对台湾又特别有利 对不对 但那我说一个网通其实就很有利嘛 所以我很久以前就跟你说 网通明年绝对是个好年啊 对 以前很多东西我们还吃不到 对 但是呢 新的商机我们就吃得到 对不对 新的商机里面 你说这些东西 其实基本上都要用到新世代的网络 所以明年的科技股 其实它的商机是很大 那它就在反映这些嘛 所以它才会越走越高啊 对不对 外面往上面垫高 那这个量就维持在这里 维持在这里 等到国立年开年之后 量一定是冲出去的 对不对 就变凹动量了 懂得意思吗 对不对 所以这量是漂亮的 是不是 那只是一红 二红 三红 三红 创新高 它当然就会震荡一下 那也很正常 对不对 但下来你要找买点啊 是不是 下来你要找好股票 因为对于那种明年 很好的股票来说 它现在才刚开始啊 而且过不了多久之后 就进到2022 进到2022之后 那话题还是在新的商机上面啊 因为那是实质的商机啊 对不对 所以我说新科技都会来得更快 都会比大家想象的更快 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 那先来看看这个宏达电好了 宏达电就快喷出了 对不对 底型已经要打完了 一红一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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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在边走边洗 是是 那边走边洗之后 接下来到下个礼拜就准备要喷出 对不对 它底型已经打完了 有没有 成交量开始慢慢地放大了 有没有 它每天就这样 上去以后下来 下来以后上去 慢慢地越电越高 慢慢地越电越高 对不对 那这里也不会是 这里也不会是压力啦 因为你抵打完之后 这根本不是问题啊 那根本不会出问题啊 是不是 这在反映接下来的趋势嘛 所以很多 很多人现在对元宇宙 还不是很了解 但我觉得元宇宙商机是很大 它商机很大 不是说它最终变成一个大宇宙才会来 那前面就已经非常多了 刚开始你把它应用在各个领域上面 那个就很大了 你等于每个领域都在创新 每个领域都有创新 是不是 休闲的也好 娱乐也好 工作的也好 教育的也好 每个部分它都可以创新 那加起来就是很大的商机 所以不用等到最后的大宇宙 但在前面开始应用的时候 每一个都是全新的商机 每一种都是全新的应用 所以我说其实商机是非常大 那红达店以前大家知道 它曾经是涨非常多 对不对 以前有这个1000多块钱 对不对 现在当然是长线低档 是不是 那这个1300块怎么来的 1300块当时就是手机 对不对 那时候手机刚开始了 那跨入手机之后 那时候一口气它是做虎王 是 那假实在话 眼光还是蛮好的 前面一开始的时候 之前手机它还是领先进去的 对不对 那现在VR还是领先进去的 那我觉得VR的商机 应该说是元宇宙的商机 那是比手机要大非常多 比手机要大很多 再加上它有软硬结合嘛 对不对 软硬结合起来里面 所以我才想说 你看它所有东西其实都是 都是布局好的 对不对 那NFT的艺术平台 对不对 然后再来跟日本合作 跟日本合作以后再带到 以后带到VR 你带到VR以后这里这么多的IP 这么多的IP 是不是可以再到它自己的平台 所以其实后面是 有很多可以发挥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那个 前高盖不是什么压力 是不是 抵打完喷出去 粉丝营收也很好 对不对 接下来营收也是大好 所以我就说要把握新的标股 因为都是新的趋势 到明年又更明显 你现在可能还感觉不出很明显 其实现在也蛮明显的 到明年这个差距又更大 对不对 资金就是往新的走 往新的产业趋势 那新的产业趋势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比较没有 那么多人知道 大家都是半信半疑 每一次哪一次开始 都不是这样 大家都是半信半疑 对不对 然后到最后 明年整个爆发出去以后 回来一看 你看其实就是要新的 是不是 那科技的应用 新的应用 本来就是往新的走 所以我就说 好的股票把握好 其实已经开始了 你看指数其实 它慢慢涨慢慢涨 它每张很多 对不对 你看到上次到1万8的时候下来 上次到了以后下来 下来以后 现在又打个小底油上去 其实它就这个区间里面 也蛮久了 是不是 从11月这个时候开始到现在 对不对 已经多久时间了 是不是 12月到现在 然后上次这个是11月份的时候 你看它多久时间 对不对 但个股很强 对不对 个股是连续地喷了 所以我就说 其实个股 涨的都是后面的东西 所以你看 这段时间里面 Oh my God 就是一路喷出 对不对 来这也不过是14号而已 是不是 那其实这都是 接下来还要再发挥的题材 对不对 接下来你还会看到 越来越多这样的东西 是不是 绿界要挂牌 绿界要转上市 然后欧富宝要挂牌 对不对 这个也是后面的焦点 因为法人也没什么吃过 对不对 那你如果要买后面的新东西 很多法人还是要买 所以我就说 后面还是非常热闹 对不对 精彩可奇 好那你看Oh my God 后来就一路喷出去 其实他还真的是赚很多 那美股的贡献就非常高 对不对 就是他股本又小 然后再加上NFT新的东西 是是 新东西里面相机更大 所以我想说其实 在接下来里面 其实像这场毛利是非常高的 对不对 你做一个东西 你是原来的IP 对不对 用原来的IP里面 去发展各种不同的 是是 你可能是换一个图像 你可能是换一点点造型 换一点点表情 换一点什么 他就会衍生出新的商品 所以那商机其实很大 所以我说以后 这种文创类的东西 或者是IP东西 会越来越值钱 是是 因为它可以发挥的东西 被保障了 以前的时候是没有办法保障 以前的话 你很容易被绑嘛 那以后的话都是很清楚啊 NFT就是给它一个怎样 给它一个独一的认证 所以你所有东西不会被绑 那那个商机其实非常大 是是 那一路噴出之后 你看 基本上一路创新高 有没有 到198会合创新高 创新高它最近是分盘交易 对不对 那今天还在分盘交易 20分钟分盘交易 是不是 其实算超强了 对不对 今年很多股票 是20分钟分盘交易的时候 前两天震一下 然后后来就一路噴出 对不对 因为其实分盘交易 本来就不会改变什么 他应该说 他本来就不会改变方向 他就是让前两三天稍微震荡一下 震荡完之后会会噴出还是要噴出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都新题材 你看现在最强的都是新题材 大宇兹也是非常强 对不对 那大宇兹 反正他今年明年获利都是十几块钱 至少十几块钱是一定笃定的 对不对 所以他就一路创新高 对不对 然后还有新的东西 是是 那再来也有第三方支付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一口气也是涨很多 所以其实很多股票都是 而且这都是前面没涨的 今年前面没有涨到的 上半年没有喷出的 甚至有的很久没涨了 是不是 那接下来震荡一下以后 还是要创新高 有没有 其实今年很多股票是这样的 你看现在很多股票 5分钟交易 20分钟交易它也是一样 震荡一下以后就喷 其实5分钟交易本来就没太大影响 本来影响就不是太大 20分钟交易通常就是影响第一天 第一天是比较明显 但第一天之后你看多少 它其实第一天影响之后 第二天第三天就开始稳了 然后过几天又创新高 因为它不会改变它的趋势 也不会改变它方向 但反正是让筹码洗了一下 倒蛮好的 对不对 让筹码经过一次换手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股票 它都是新的题材 所以我才讲说 到年底的时候你应该看的是什么 你刚才把握新话题 对不对 现在法兰才刚开始买 你看投信买得很大力 是不是 他们在买的也都新东西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的话 真的是进到2022年以后 大家焦点还是在新的 你不会去看今年过去的旧东西 你总不会讲说 今年上半年什么东西好 那个时候就完全没有关联 对不对 在一个礼拜以后 那个2022就变成今年 是 你现在看到的上半年的获利 变成去年 那去年这种东西很重要吗 其实我觉得一点也不重要 所以股票其实要看未来 对 所以要把2022的买好 对刚刚讲到元宇宙 是不是 元宇宙里面 这个也要注意 这是另外一个低价 这是号星 好 号星 十几块钱 股价是很低价 不过它是二代接班 二代接班以后 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你看它上来之后 其实它低点没有破 然后缺口也没有破 倒是盘了一个底 准备要冲出去了 对不对 因为你才十几块钱 那二代接班以后 东西就不一样了 它其实已经开始赚钱了 前两年已经开始转移了 然后转移以后 新一代进去以后 把软硬结合在一起 它在做软硬整合 然后再把新的东西再用出来 所以人脸便吃 那些都是它新产品 是不是 所以股票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低档的大转积的时候 其实它很容易复活 对不对 因为那是实质的转积 对不对 新的人进去了 新的人进去了以后 就把里面的 有没有 重新把它发挥出来 对不对 把不好的弄掉 对不对 好的发扬光大 然后再发展新的产品 所以那是标准的转积 是不是 所以你看 其实它还有一个土地的利益 土地的利益 进来它其实后面很可能 要恢复信用交易 很可能就要恢复信用交易了 对不对 那所以现在呢 VR也好 AI视觉 边缘运算 所以这二代接班 我觉得蛮强的 它让它的东西 真的是不一样 是不是 这已经开始在获利了 对不对 已经在获利获利之后 又把原来东西再包扬光大 所以拿到Meta订单 对不对 拿到Meta订单 然后发展这个 AI的这个机器视觉 对不对 还有边缘运算 然后新产品仁典变质 所以你说很多股票 那低档拉起来 你看前面它是 所有均线合在一起 对不对 这是六线合一 这六线合一是真的 中长线大转积 那你在配合基本面 还真的是转积 是不是 东西就是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其实 有很多股票有新生命 对不对 那又配上新的商机 所以那空间就很大 所以我才讲说 其实大家要把握好 对不对 今天最多人在讲的就是成交量 这两天很多人在讲说 成交量好像不太够 对不对 成交量稍微下来 它就一直维持在这里 是不是 其实下个礼拜 成交量可能还会再低一点点 都有可能 但是你要知道每一年都这样 其实每一年都是这样 从圣诞节前 它就开始成交量会下来一点 对圣诞节到元旦那段时间 成交量通常最低 但其实那低都是好事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没有外资 对不对 外资在放假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成交量多大 对不对 但是每一次都是这样 到最后的时候就喷出去 所以外资一回来之后 又把核酷票买走 对不对 又把该存在喷出去了 因为美国还是很强 其实他们还是相对强 对不对 虽然创新高之后有点震荡 但是还是很强 是不是 所以你不要看成成交量 就以为是怎样 对不对 你不要看到成交量 以为说现在成交量 好像看起来比较小 就怎么样 我告诉你那个就是 这个就是有锁码的效果 它就是有锁码的效果 因为外资本来就近就不在 对不对 外资不在的时候 你去看以前的这个时候 都是这样子 然后最后标股就喷出去 因为你这段时间 法被锁定好了 所以这个量根本就很OK 其实这个量真的是很OK 对不对 这量真的是很正常 是不是 而且以前也都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每次量数的时候 这段时间它就是这样子 然后筹码就被锁定掉 对不对 那好多股票就被锁定好 然后外资回来后量一定加上去 量一定是加上去的啦 然后就出量往上突破 所以我就说今天1万8 有没有站上我觉得没意义 我觉得没很重要 是不是 那今天盘中有站上 缩盘的时候没有站上 又怎样呢 我觉得也没怎样 因为1万8 我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它只是一个整数的位置 让大家心里上面感觉好像 好像怪怪的 得就这样子而已啊 那你说1万8是代表什么实质的意义吗 什么东西算出来的数字吗 其实都没有耶 其实它只是一个心理的习惯 心理上的习惯就是这样 第一次不习惯 第二次不习惯 第三次不习惯 但是你会越来越习惯 越来越习惯以后 有一天突然就上去了 突然就上去以后 大家都习惯了 大家都习惯了 因为你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 去习惯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 有没有上1万8都不重要 其实我觉得也没很重要 因为反正就是会上 对不对 那这里洗一洗 更容易会上 所以我觉得是好事 对 那把这标股先买好就对了 所以还没有跟上朋友 真的要把握 好 我们要休息一下 等一下要跟大家来谈一谈 这个新科技的商机 越早锁定越好 真的越早锁定越好 越早锁定的时候 是大家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 大家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 先把这些新科技的标股卖好 好 那我们等一下 还要从这里再继续 开始延伸下去 因为我们今天又出了一档股票 然后再来的话 也准备要布局 下个礼拜的新标股 那下礼拜的新标股 当然就是新科技有关的东西 而且非常的立即性 好 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就跟大家聊 待会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财经第一台 我们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 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 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那所以呢 那下礼拜的话就是 我觉得新科技 其实它会有很多商机 因为你想嘛 那一个新东西 在产生的时候呢 它当然上下左右 有很多东西 那而且因为在起点嘛 才刚刚开始而已 所以有些新的东西 大家还不知道 但是越早知道会越好 对不对 因为你越早知道 你就可以一档接一档赚钱嘛 是不是 你赚了这档之后 再做这一档 因为它不会同一个时间发动 没有同一个时间 全部都一起发动的 所以你可以赚了前面之后 再来锁定一档接一档 新标股 所以我们在讲 下个礼拜的新标股之前 当然要先讲 今天的话也有获利出了 一档股票 好 那么来立台 好立台呢 那么这个礼拜的话 也是一路喷出 这是礼拜一的时候 有没有上礼拜把它买好 这个礼拜一开始就一路喷出 对吧 礼拜一涨停 那礼拜二创新高 那礼拜三的时候 礼拜三还是涨停 那礼拜四也一样创新高 好 所以一个礼拜之内呢 就一路往上喷 好 那今天早盘的时候 我们把先获利放在口袋里面 那获利放口袋是因为 要稍微整理一下下 那等整理以后再说 好 但重点是 其实你这个礼拜的话 立台这个获利放在口袋 那你就可以把握下礼拜的嘛 我刚刚说新科技有很多新标股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 来 这两档股票 好 先来说呢 那第一档股票 好 假实在话 技术能力很强 那技术是真的领先 就是因为技术很领先 所以才有后面这么强的转机 才有这么强的转机 好 那它的东西里面呢 材料很强 好 它材料很强 它的材料又可以弄到特殊的材料 好 所以呢 算是很有立即性 那你知道这个有什么优点吗 这个优点就是说 通常你一个立即性很强的 或者是技术能力很强的东西 你遇到一个趋势来的时候 你很容易会冲第一 对不对 没错嘛 对不对 因为你技术能力很强嘛 你容易怎样 你最容易掌握到新订单嘛 你很快就可以先吃到那个大饼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技术能力很强的公司 技术能力很领先啊 那它的特殊材料又特别可以怎样 它的材料又可以把它用在极地气候里 好 所以它可以掌握别人掌握不到的东西 懂这意思吧 对不对 就像我们在讲这个低轨道卫星 低轨道卫星你知道它 确实是一年比一年成长 这个量无庸置疑 对不对 明年比今年就大成长 后年又比明年成长 但是低轨道卫星 它本来就要用在 它的东西里面 你用的东西里面 不是这里可以用 那里不能用嘛 对不对 它要用在有些比较特殊的地方 它本来就是因为这样才产生的不是吗 它的重点就是这样啊 对不对 一开始要用低轨道卫星的 你就是要补足其他的 有没有 比较特殊的地方嘛 对不对 气候比较特殊的地方啊 或者稍微是地形比较特殊的 你就是要弥补这些地方 然后把它全部串起来 对不对 那低轨道卫星里面 所以我说你总不能一样东西 我这里可以用 那里不能用嘛 那就难搞了啊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它特别有利 为什么它拿最多订单 它订单还真的拿蛮多的 是不是 来 就是因为它的材料 它可以用在极地气候里面 连极地气候都可以用啊 所以喔 Starlink里面 Starlink在地面的接收站里面 一个接收站要用四个 四个里面有三个都它的 四个有三个都它的 就是因为它技术能力强啊 就是因为它的东西可以用在 别人不能用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它的技术很理解 好 那你知道那其实成长很大 对不对 明年至少就是翻倍 至少这个就是翻倍啊 一定是倍数以上 对不对 所以你说其实 我说新科技就会有很多新商机 就会有标股出来啊 就会有不一样的标股啊 对不对 所以我是要把握嘛 是不是 所以我说其实 这个礼拜喷出的股票 你看像立台这样子一路大涨 好 那当然创新高之后 来那当然 我认为会休息一下下啊 那反正赚很多 对不对 那回过头来 下礼拜你就要把握嘛 那下礼拜我讲的 它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元宇宙 我觉得蛮好的 而且价位也不高啊 价位也不高 表示每个人都可以买 对不对 再加上其实成交量也够 那低轨到微信加元宇宙 元宇宙其实它跟这个 脸书本来就有些关系啦 再加上它子公司 也做元宇宙 所以两个都守回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6xx 再来还有第二档标股 第二档标股就要先 就要先从一个 就要先从一个问题开始了 有没有 最近你知道谁通过了 META的认证吗 你知道最近谁通过了META 镜头认证 我们最近有谈到这个META 对不对 就是脸书 是不是 它是不是要开始做新的这个东西 对不对 它的这个 新的要对这个 它的这个 水世界开始要对全世界的 应该说每家地方的成年人来做 对不对 那这里面的话 当然它的镜头很重要 最近谁进过认证 是不是 最近刚刚最新的进度 谁通过了它的认证 对不对 谁通过了这个META的镜头认证 就是这一家 对不对 就是这一家 对不对 最新的进度 最新的产业进度 通过它的认证 是不是 而且它有什么 3D深度感测晶片 3D深度感测晶片 你想到谁 你会想到谁 当然就想到预创嘛 预创不是涨到100吗 预创当时也是四五十块 涨到100块 对不对 但是预创是已经快100 那这个现在是 就是当时起涨的时候 它现在就是四五十块 就跟预创小时候 其实还蛮像的 对不对 然后 对啊 起涨点就是一样 是不是 但它又有另外一个东西 它自己本身也有VR 所以它是感测晶片加VR 好所以我就说 其实要把握新的标股 新科技就有很多新标股 因为新科技就有新商机 新商机自然就有新标股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指数 我还是强调 我觉得今天 有没有上了18000都不重要 所以很多人今天在分析这些 我觉得 我觉得那不是重点 对不对 今天收是18000也好 收17000也好 我觉得都没差 因为 因为它只是让它走得慢一点点 走慢一点不是坏事 因为指数本来就不用走太快 人家有时候指数就是这样走 对不对 它就上去上去 上上下下震荡一下 慢慢往上面垫高 然后有一天就真的就上去了 然后属我的人都被洗掉了 这才是厉害的地方 因为很多人就是被洗掉 到时候一口气冲上去说 标股你就买不到 所以我就说要掌握新标股 还趁现在赶快把它买好 刚刚讲的这两档 其实价位都还不错 因为都四五十块钱 都是每个人可以买的 而且他们成交也都很够 所以你要多少就有多少 好了 那当然是这个假日的话 当然就是耶诞节 耶诞节很多人大家都会送礼物 那送什么礼物比较好 是不是 我不知道大家个人想法如何 但是耶诞礼物什么最好 标股比较好呢 还是优惠比较好 你喜欢哪一个 其实我觉得不管标股也好 优惠也好 真的要给大家耶诞礼物 就干脆全部都给你 对不对 所以今天全部都给你 两样都给你通通带回去 是不是 因为重点就是耶诞节之后 要一起来赚哪钱 所以两个都给你 所以今天没有限制 你只要打电话 两个都给你带回去 标股也准备好了 而且都是最新进度的最新标股 所以还没有跟上的朋友 赶快打电话来 把耶诞节目带回去 二话不说 两样都给你带走 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拨通了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显现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